我要宣告一个物件,存取这个资料库 我有四个码,载到这里面来,我才可以做辨识 所以会多一个这个东西,叫Gapture Library 这个地方主要是放我们的手势资料库的位置 OK,那我们宣告好之后的话,再来做什么?连结 不过做连结之前,要做一件事情 我要判断什么呢? 判断就是我的那个手势资料库有没有被载进来 如果没有载进来,那就不要玩了 就直接把它结束掉,就不要启动了 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手势资料库 你怎么写都没有东西嘛 所以要怎么辨识呢? 我们第一个要先怎么样呢? 载入我们的Library到哪里 我刚刚讲的,我们刚不是有宣告一个这个Gapture Library 一个物件,那就是要存放什么呢? 存放我们的这个RAW里面,资料夹里面的Gapture 那怎么样载入特别注意啊? 请你用什么?这个有一个叫Gapture Library的一个类别 类别名称后面加上点一个方法叫 FromRowResource 就是呢,把这个RAW怎么样呢?载进来 那载进来,它必须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我们的Context Context大部分是指This 就是指自己本身这个Activity 然后呢,在这个Activity里面呢 我有一个RAW的一个Capture,就是手撕资料库 再把这个手撕资料库呢,载到前面这个物件存放 那,辨识一下,如果呢 不等于什么呢? 不等于这个Library.RAW,就是说 RAW就是被载入的意思 如果呢,它被载入的话,那就继续执行 可是如果它没有被载入呢?就是没有这个手撕资料库 那我就做什么?Finish 就是怎么样呢?把它关起来 这个APP就自动就一启动就被结束掉了 那表示说,如果有手撕资料库才执行后面的程式 OK,就多这几行程式做判断 那再来做连结 那连结有两个东西 所以我就连结两个 那实际上上面这个也算是一种连结啦 连结什么?连结这个就是手撕资料库 我先判断一下 那这两个是连结 再来看